今天又傳出來一個消息 什麼消息 據說有一個郭瑩的核心人士 打電話給藍營的躍腳 躍腳是誰不知道 他說郭台銘要出來 希望JES你能夠支持 可是這個藍營躍腳說 可是我馬上就要去參加 韓國瑜的造勢活動 他說那你就不要出席 你一起來請郭台銘 然後現在外傳說 他是不是要借 親民黨的門票參選 但有人說這搞不好是假的 要拖死韓國瑜才是真的 因為據說這位 郭瑩核心人士他直接講 現在下架民進黨 已經不是郭台銘的目標 下架民進黨不是郭台銘的目標 那是什麼意思 拖死韓國瑜才是他的目標嗎 是這樣的意思 搞到最後只是為了要鬥掉 所以郭總你就是來報仇了嗎 如果郭總真的是來報仇 請問一下國民黨 你們這些人還蹭上去 到底在蹭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 問題來了 現在看起來真的有點像復仇 因為郭董現在一直講說 你們國民黨一堆人拿了我的錢 再一直講那名單到底有誰 因為郭台銘總黨你就講 反正你錢 你錢又不是偷來了對不對 你直接公布出來就好 你就把錢拿出來 是 因為是人家聖手跟你要的 是 你就名單公布 誰拿你多少錢 問題來了 假設一切合法 就是你去贊助人家基金會 或贊助其他東西 那有什麼好說 因為他還可以節稅 那是你自己開心的感覺 對啊 你自己要去送人家錢 那是你的事情 但如果是跟選舉有關 你的私下捐助 抱歉 你恐怕違反選罷法 因為根據趙孝康的說法 那個隨便都是 比他所有的競選金費還要多 那就超過選爸爸的規範 所以我在想 郭台銘最近這一陣子的動作 是怎樣 是你看了我們新聞 農選部很多次 原來你是我們的忠實粉絲 是吧 因為我們常常會在 節目的中間我們播放一段 非常經典的畫面 就是阿扁的女兒 教我們應該怎麼做 郭董難道這是給你啟發的一段嗎 我爸哪個選舉沒有給他們錢 民進黨那些有拿到 我爸幫他選舉補助的錢 他們有照實申報嗎 蘇貞昌沒拿到錢嗎 謝陽庭沒拿到錢嗎 陳菊在高雄沒拿到錢嗎 那時候爸愛河的那一個 有什麼人拿到錢嗎 他們也開飯店在盤子 你怎麼聽過 我都不報電在拍 我知道啦 開飯店盤盤子 大家都叫他們誰 不用這麼客氣 你如果說我 就決定 然後國民黨還在那邊 亂七八糟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還在虎視眈眈 這個人叫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要放出一個最新消息 什麼最新消息 找到接班人 黃珊珊要出任北市副市長 預計10月要上任 黃珊珊其實現在 沒有否認這件事情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對柯文哲來講 有人說搞不好是他的 一石三鳥之計 什麼叫一石三鳥之計 第一個 他以前其實跟黃珊珊關係就很好 他也支持過黃珊珊 現在他剛好來找黃珊珊 跟他的接班人 他就可以全意去弄他的台民黨 對不對 甚至搞不好在11月22號 真的跳出來選總統也不一定 對 借殼上市 是 他對台北市 他自認為自己可以有個交代 也可以繼續鞏固他跟黃珊珊的關係 然後再來 黃珊珊是親民黨 親民黨的 親民黨是有門票的 怎樣 我讓你的人 將來可以去接班我的台北市長 是不是你把你的門票讓出來給我 把總統門票讓給柯 但是這一招有這麼靈嗎 因為聽說今天張碩文 就是親民黨的主任 已經嗆聲 嗆什麼 說你柯文哲一直這樣搞我們親民黨 你到底是對還不對 所以這一招未必是這樣子 因為親民黨那邊 搞不好不是很買單的 但是問題來了 還有一個 因為黃珊珊本來 一直擋在誰前面 擋在高嘉瑜前面 這次民進黨已經提名高嘉瑜 黃珊珊如果還在的話 其實高嘉瑜會很難選 因為如果殺他都的話 因為他有港湖區 是 所以這一次等於 你先把黃珊珊拿去當副市長 高嘉瑜這邊等於就沒有 前面就沒敵人了 只剩國民黨的 就變回到傳統藍綠廝殺 所以你一直說柯文哲故意 是不是又賣個人情給高嘉瑜 而且高嘉瑜 以前一直也是有柯派 對 他之前都一直挺柯的 是 所以柯文哲 還在玩這種一石三鳥之技 民進黨在步步進逼的時候 國民黨你還想著要去趁郭 你們會不會太墮落了一點 看著國民黨的立委 到了現在這個時候 居然還有人在說 國民黨應該要跟郭董道歉 可是藍維他們不排除說 要請郭來站台 看來人家郭董都幕僚說 現在不是以下架民進黨為目標了 看來郭的意思 是不是要弄死韓國瑜 國民黨到現在這個時候 還要唾面自乾 看著韓國瑜活活把他給拖死嗎 我曾經在這個節目在中秋節過了幾天 我說高興一天就好 韓粉高興一天就好 你只看他的幕僚又一樣 一直出來在上節目 而且都是上什麼樣的節目 講什麼樣的話 你怎麼不清楚 這表示他心中充滿仇恨 所以心中充滿仇恨 你只聽說他是中華民國派 但是你怎麼不瞭解不感覺 這麼幕僚說說的為故事都很欠 都很兇人的 就是在上海韓國瑜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你看看越來越清楚了 越來越明顯了 有可能 他說他沒要去定義 定義連數而已 他並不是說他絕對沒要選總統 你叫他跟柯文哲的話 理念上我覺得是不合的 沒辦法合起來 沒辦法合起來 但是親民黨跟國民黨 理念有點頭 理念是一樣的 所以他跟親民黨來合作為 不可能 不可能 郭台銘選總統 不分區你 親民黨去站席次 相互相成 這是有可能 如果剛才跟什麼一樣 跟2000年宋楚瑜跟連戰 分開阿扁39% 他得利當選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說郭台銘 郭董 他還是會好好思考 我不知道他心中 現在是不是充滿仇恨 如果仇恨的話 就像他們所講的 我們不是要拉倒民進黨 拉倒小英 目標不是這樣 目標不是拉倒小英的話 另外一個候選的就是 韓國瑜韓市長 不是拉倒韓市長是什麼 所以說 政治最均勢就是充滿收穩 收穩的力量會很大 仇恨的力量會很大 所以我是覺得郭台銘選要看破 甚至郭台銘選 還有人說要再請他回來 人家一場說去辦好事之後 很高興去打高爾夫球 邀集好友打高爾夫 而且他還特別交代 他昨天那個發言人還說 我們郭董還特別交代我 今天要跟大家報告 他今天心情非常非常愉快 所以邀集好友打高爾夫球 他特別交代我 他為什麼要特別交代他 他已經離開了國民黨 正式分開 我可以再結婚了 終於脫離國民黨了 我可以再找人了 是不是 你今天沒脫離國民黨 脫得乾乾淨淨的話 你要出來選你還要白棍 那不是這樣 所以他當然昨天心情會很好 所以從這一段期間 他們的言談 跟他的發言人所講的話 都憑得對 這個國民黨不要再對他 有什麼遐想了 以前放棄的 不會就算了 但有話 我們看到郭董可以玩到現在 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國民黨裡面有一堆人 都有一些態度很奇怪 藍營的立委員們 居然現在這個時候 還希望郭董去幫他站台 可是郭台銘他自己的幕僚 卻在綠媒跟前媒裡面 就放話說 國民黨裡面的人 誰拿了我的錢 誰到處在影射 如果說是不法的政治獻金的話 郭董你有膽你就公布 如果是合法的話 還有什麼好說嘴的 其實郭台銘他脫離國民黨 大概三個因素 第一個 他對吳敦義充滿了恨 認為在這次初選過程當中 吳敦義不公 你意思說他被吳敦義給玩了嗎 對 這個是郭董去除不了的心病 第二個 他認為在不公平的競爭之下 跟韓國瑜進行初選 他之所以落敗 完完全全 是國民黨跟韓國瑜 聯手把他給錯掉 這個是郭董自己心裡的想法 然後第三個 郭董他已經告訴好隆斌 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我已經退黨 吳敦義也承諾 會按照程序處理 但是這個時候 你們為什麼還要挽留我 這個三個都是郭台銘 現在 現在面對的狀況 除了郭台銘以外 郭台銘對於民眾黨 他認為他欠他一份人情 所以他跟柯文哲 已經私下講好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民眾黨有提名的地方 郭董不提 第二個 民眾黨有任何的需要 你要人給人 你要錢給錢 這個是郭台銘已經答應柯文哲的 好 一個國民黨 一個民眾黨 現在郭台銘他要走 國民黨態度就很奇怪 我現在告訴國民黨 如果你讓這件事情拖到11月 對韓國瑜的傷害那有多深 你們自己考慮清楚 如果11月 韓國瑜登記參選 柯文哲登記參選 或者是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大概不會了 或者柯文哲他要登記參選 任由郭台銘天天傷害韓國瑜 那請問 請問對你國民黨的選情究竟是怎麼樣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 就是說國民黨對於郭台銘 明明郭台銘已經退黨 如果按照過去的慣例 按照過去的慣例 四黨部沒有未留的必要 中常會那也不必提案 還有兩個中常委提案說要未留 郭台銘 從四黨部到中常會 那你不覺得國民黨 現在對於郭台銘 就是百般的求饒 弄得一個黨格都沒有 事實上這個31個大佬裡面 的確確是有人拿到選 我跟你講 郭台銘他不只透過幕僚講 郭台銘自己本身 他也講了一些人 事實上我們已經聽到了 這一些人的名單究竟那是什麼 其實趙少康講的算是輕微的 算是輕微的說 選舉的錢超過了他 但是郭董他就是不講清楚 他為什麼不講清楚 就逼得那你國民黨表態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傳出郭台銘他笑想的是 親民黨的那張總統的那張門票 可是柯文哲本來想要利用 郭台銘把韓國瑜給做掉 結果沒想到被放鳥之後 柯文哲自己想要出來選 現在一個新的消息說 柯文哲想找這個親民黨 裡面的黃珊珊 來接著副市長的位置 那重點什麼 重點是想跟宋楚瑜 討入門票吧 你說因為我們這個選舉的規定 其實我們基本的好 是要保護收藏 所以你前面的台銘 也是拿5%以上的時候 你後面的選舉你就不用連輸 你會再拿名 你政府總統的好選領 這個用意本來是好的 就是說你小黨比較辛苦 你只要5%以上 我就給你這個傻米式的優待 但是我覺得在這一次的2020的大選 很像這張門票有點糟糕的咖啡 怪怪的 看這張門票像大家都要挨 有可能送的自己選 過檔也有新聞報 柯批也說要研究 王金平在等 當然我現在問他 可能還有第五個 到底誰去拿親民黨的這張門票 這個意思 所以我真的是誠懇的建議 是不是明年的立法院把它改成10% 因為5%的門檻有點低 5%如果你總統大選 大概六七十萬就有5%了 就有5%了 你說怎麼會變成這樣 有點像代價而股 那個感覺不是很好 但是這張門票是一定第三名 我打個問號 保護我自己一下 這張門票是第三名 這張門票真的沒有那麼的重要 我是想說這個 大家看今天高雄市會這個情報 當然大家會有很多的討論 我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不要太去在乎郭台銘 或是王金平 宋楚瑜 柯文哲 不要他們那麼在乎 我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說 因為這個就是 韓國瑜的首要目標 是要讓民進黨下架 他是要贏得總統大選 所以很明顯的 韓國瑜的第一個目標 就是蔡總統 蔡總統這三年多的執政 他的政績也好 他的績效也好 老百姓的生活也好 這些是韓國瑜去論述的地方 因為立高雄 我們當時也看過那個韓市長 那時候是韓國瑜 他跟陳其邁高雄市長的辯論 我不得不講那個辯論 大家回去看那個辯論 可以發現說 其實韓國瑜的 對高雄市的熟悉的程度 顯然是不如陳其邁 顯然是不如 因為陳其邁他 他高雄做這麼久 他也帶在高市長 實在是輸醫 這個情形在即將的 總統大選的過程跟辯論裡面 是不能再發生的 我的意思是這樣 鄉親 你給他看 韓國瑜的首要目標 雖然今天高雄市議會的開議 他首要目標很抱歉 真的不是高雄 他的目標不是高雄 他的目標是要贏總統大選 所以我的出發點是說 韓國瑜他必須專心的選舉 不是在高雄市政上 很抱歉 我當然知道 他有89萬票的責任 但是他的最重要目標 是要贏總統大選 我這樣講比較那個 就說韓國瑜他需要的是惡補 他需要的是一個速成班 他需要他的國政顧問團 幫他上課 幫他充實 我現在到在高雄市議會 鄉親 你知道高雄市議會 總質詢到什麼 到11月29 總質詢結束到11月29 拜個月 等到總質詢結束 聽到一邊去了 整個議會的會期到12月 聽得快昏倒了 你議會12月就要投票了 他會變成會困在高雄 所以我要向觀眾朋友說 說請假或請辭 不是幫韓國瑜找藉口 而是他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韓國瑜今天在高雄市會講說 如果有規劃的話 那個是一個緩兵制計 他也很清楚 他如果繼續被困在高雄 就不用選了 他一定得專心的打中心 因為他面對的對手 是非常可怕的民進黨 所以我說這個選舉是這樣 立憲兄我補償一點做我的結論 這像上禮拜像大政制的何廷歡 這是韓國瑜競選總部的發言人 這年輕人表現得不錯 何廷歡他們網友都 暱稱他叫歡歡 他也在友台 在我們中天上節目 然後接受專訪Call in什麼 表現非常好 我意思說一個歡歡不夠 真的不夠 所以韓國瑜的競選團隊 對到各位神辦也說過 他需要更多的這樣子的 正面的 清新的 年輕的 有專業的 他需要的是這個 因為你可以發現到 為什麼最近這些比較悶 就是說 因為韓國瑜正面的東西不多 負面的東西變多了 他加分的很少 扣分的變多 那整個氛圍就不一樣了 感覺就變了 對 感覺變 所以類似這種可以加分的東西 要趕快拿出來 因為剩下107天 沒時間夠中毒 其實選戰還有一定時間 還會有很多的變化 但是我還是回到我的初衷 我希望他專心的選總統 不能留後路 朱立倫2015被人家講什麼 那時候我也在罵朱立倫 我在我的廣播罵他 因為留了條後路 你董選做總統 六選回去做市長 你自己都覺得你不會贏 你都覺得你不會贏 我投票給你幹嘛 不是變這樣子嗎 所以請假跟請辭的東西 韓市長要在拿捏 就是我之前在立剛那邊 他要兩邊的幕僚 譬如說各五個人 一個主張請假 一邊主張請辭 然後兩邊來辯論 最後有韓市長來決定 他一定要一個論述論變的過程 然後找出最好的方法 對選票最有幫助的方法 然後去做